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2年7月13号周三 逝选专栏距离10月15号 BC省市级官员选举 还有三个月 就西温的住房选择性 在本届政府的成绩单上不及格 F.西温哥华市长玛丽安布斯女士 Mary安布斯表示 这份报告说明 本届市议会 在住房多样性方面 没有实现我们的目标 或只达到了这些数字的一半左右 西温居民强烈呼吁 提供更多住房的选择 比如老年人可以继续留在这个昂贵的社区居住 年轻的家庭 以及青年人们 都可以负担得起这里的住房等等 加拿大央行 出人意外的大幅提升基准利率 100个基点 隔夜贷款利率达到2.5% 这是24年来最大的一次加息 央行表示 通胀高于预期 以及乌克兰战争 对供应链的持续影响 促成了今天的这个 加息一个整数百分点的决定 另外 加拿大国内经济的过渡需求 也是促成这次大幅加息的一个因素 央行预计 通胀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保持在8%左右 并将从今年年底开始放缓 到2023年底 将回落到3%到2024年底 回到加拿大央行的 目标通货膨胀率2%的水平 加拿大央行今天还同时下调了对国内经济的增长预期 2022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GDP 将放缓到3.5% 明年更会降速到1.75% 加息进程至少会持续到今年年底 以帮助缓和过热的加拿大经济市场预测 基准利率很可能会在年底前达到3%以上 这几天全世界的天文爱好者都在为微博太空望远镜令人惊叹的 从未见过的升空图像感到兴奋 激动 流泪 从有水的世界到碰撞的星系 从恒星的诞生到构成地球存在元素的新证据的发现 来自美国 加拿大 欧洲等航天部门合作研制的 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镜的新图像 再次激发了全世界对科学探索革命的希望 从这些照片上 人们第一次看到了131亿光年以前 据说是属于一个最早星系的一丝丝光线 离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 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据新华网报道 7月13日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 到2025年 中国城镇新建建筑将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30%以上 新建政府投资工艺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全部达到一星级以上 加拿大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7月13日更新的数据超过398万8千例 新增2000例 累计死亡42,250例 新增39例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特约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